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猫向》编辑部的《笑声萌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禅 另外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你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近来Dudu姐用英文和两位外籍演员来一个访问 这段访问大家喜欢看的就看 不喜欢看的就听了就算了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看完再看他所介绍的电影 我们看到整个访问来说 接受访问的两位外籍演员 也没有说什么不明白也没有说沟通不了 但是看到有一个马米高的伙子 对 直骂Dudu姐的 有什么位置是暗串和直骂的 我们不妨一起在今节说说吧 大致上的意思是 Dudu姐用英文不太好 就说他闷着这些荷里活的演员 拿来狂批捉他的错处有什么用字 就用得不好或者那个Action 就读得不太正啊 还是怎样呢 这些东西是 你说正不正 每个人都有Action 很老实说的 我自己有看过 郑玉玲 对那一套叫什么 中文也叫做沙丘寒展 在Netflix现在很热的这套 我看到郑玉玲 访问他们的演员 我认为郑玉玲在英文方面的 对答是非常之好的 你不会觉得他 我不是说他口音 他口音始终是有的 每个香港人一般都有的 但是对答流长 我也看不到受访者有什么不满 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要逐句逐句慢慢捉 或者看看哪个字 例如 不应该用Pack 应该用Tablet 这样才行的 那大哥 不如不要叫iPack 是不是 iTablet 好吗 是吗 如果别人这样用的话 不是 英语上 Pack的意思是解作 卫生巾 我也明白是有这个的说法 但如果你这么吹无求疵 那没得好说 再者 又说 觉得都姐的应对 就叫做未够的流利 为什么他叫做暗串 最后他就补了一句 大致上的意思 原来都姐的学历 是去到中午 你问他什么意思 这个叫马米高的 原来的学历 是去到中午的 我听到他这样说 我老实说 我的鸡皮都起了 这个朋友 拜托你说话 可不可以正经一点 不要扮女人 可能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女人 都未定 我不知道他什么性取向 总之我听完他这样说 我的鸡皮都起了 为什么呢 我看到一些网民 出帖去说这个马米高 说得对 你出生于什么家庭 什么年代 而都姐又出生于什么时代呢 记住 人家1957年出生 在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会读到中午呢 人家小时候 可能又要经历不同的事 又要做工 或者可能很早就出来做事 那我们看回 其实都姐呢 在北网 这一间中学 毕业的 成绩都不错的 其实在那个年代呢 能够可以完成中学 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不像好像现今那样 随时都可以大学毕业 以前那个生活环境 经济环境 都没有现在那么好 所以当时来说呢 能够可以完成中学的课程呢 人数不多的 相比起现在来说 是少很多的 还有 这些这样的马米高呢 你可能生活的环境 成长就富裕了 家人 就是网民所说 可以给你一个好的读书环境 物质也都相当充裕 所以 你可能能够去国际学校读也行 去外国读书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所谓的叫做浸过咸水而回来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都姐的成长是怎样的 她在德网读中学 她其实成绩不错的 尤其是英文 上当年的会考 英文是拿A的 在当年拿A 为什么 她没有再读上去呢 就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环境差 所以放弃了去美国读书 因此她看到 当时电视台的文化 就叫做兴起 电视或看电视 都是那时候才叫做开始游 于是者 她就去了考电视艺员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她一开始去了街市 是不是叫街艺 简称叫街市 做那些艺员训练班的那些 这样的 后来1978年的时候 她才再去无线做 转头去那边 所以你看到 其实人家不是不想读书 不是不想 再去 继续向她自己的梦想出发 她本身的梦想不是做艺员 不过她也差不多 是想着去读新闻系的 很可惜她的家庭环境所致 所以就不能够 所以我觉得 她能够这样 用英文坐在那儿 跟一些荷里活的演员 这样做访问 在那儿谈 我觉得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事了 哎呀 那还有一件事 你英文好 你不一定要在 一定要上学才行的 你平时用得多 和人交流得多 英文都可以进步的 我相信她应该是 长期有使用英文 和人交流 我看她那一节的访问 和受访者的对答 都是非常流畅 明显是一个经常讲英文的人 所以我是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 这些马米糕 我看到她真的这样 谈话 我真的吓死人了 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人出现 所以网民就说了一个 点出来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香港人才会 捉人英文说得不好 最主要就是捉这些 是呀 这个说起来 我也觉得是 我老实说 我自己英文说得很差 但是我在西人的社会 从来未被西人捉我 说英文差 我反而在香港小时候 经常被老师捉 被同学笑 就最多 这个又真的是 是的 香港人才喜欢捉人 说英文差 这么有趣的 那你先补补吧 阿唐 你在外国生活了多少年 20年左右 20年这么漫长的岁月里面 其实你说 就算 台瘾觉得自己 说得不好 或者可能未必 这么足够 但是仍然 都能够 工作 甚至生活 做生意 或者其他不同的发展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 没有问题的 什么人会去捉你 我也真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好像 马米高这些人 哎呀 哎呀 不应该用这个字 应该要这样这样 用这个字 有没有人指着你这些 没有啊 没有说一定要应该要这样 说起来 没有必要的 因为 要知道 每个人 大家来自不同背景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也会造成 在用词上 有不同的分别 其实是好事来的 无需要 要限死 说一定要用某种的字 有时 有不同文化背景 大家用的词语出现不一样 反而 是突显出这个语言 当中也有 它的包容性 和它的多样性在这里 但是呢 这个 叫马米高的人 就真的吹无求疵 无事寻事讲的 根本就是 乱说二十四之余 我认为是无根无据的 那些批评是不知所为的 他批评 刘姐 只有中五毕业 这些是什么好批评 中五毕业又怎样 人家工作了这么多年 学习肯定比你多很多 吃盐多过你吃米 小伙子 马米高是不是呀 你不如问一下 李嘉诚 他是读到什么程度毕业 还有李兆基 那些呢 问问他们 怎样呢 老实说 真是 网民说得对的 正所谓 活到老就学到老了 再加上 刘姐也是在香港生活为主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学英文 都是比较倾向于 实用性的 不是生活性的 例如怎样看一篇文章 怎样去写一些英文书信 所以大家最常买的是买什么 不是买英语绘画的 是买商业书信的书信 是怎样 怎样写个email 为之合格 为之公事上怎样应用 别人会明白 别人会觉得你有礼貌 或者觉得尊重 就算你问我 我在香港生活这么久 例如在工作上 我也是通常买买这些书为主 台仰在外国地方生活 可能就比较生活和实用性 你说对于什么email 似乎没有那么紧张 没有啊 我的脑子想到什么就打什么 email的东西 打得多的自然会进步的 用词方面 你就有时看什么人 如果对着客人 当然要比较好 对着一般人就任由他 我很随意的 我没有特意买书 买书要连习写email 没有这件事 所以就是 遇着那些 在香港地 在外国浸过咸水 或者是外国毕业 或者是外国大的 然后回到香港那些 最喜欢抓人的email 就写得不好 那些用字 用得不好的 是会被人这样抓住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紧张 这些人很憎恨的 你自己流过穴又如何呢 浸过咸水又如何呢 扮了东西在这里 抓人的无谓错处 甚至乎这些都不是错处 乱抓24 从中突显出自己的优越感 因为刀姐出名 他说明是阿姐级 就是你去抽秤一个阿姐 或者刀姐出名是口才好 和应变快等等 如果你能够抓得到他这些问题 就会觉得你好像很厉害的 对不对 还有说刀姐应对不够流利 就是说他问得很奇怪 应该要这样说 你如果真的逐句逐句找出来 我想用英语 就是教学的角度来说 一句都会有时间讲 究竟怎样写 究竟怎样精准 还是怎样才是最应该这样问 或者是怎样 我们就算是中文 麻烦你拿个菜单来看看 拿个餐牌看看 或者这里有什么食物的 还是怎样 就算你说想问人家 拿个菜单来看看 都会有很多的说法 在香港来说 就是你这样说 没有特定一个标准 别人知道你在问什么 这样问的时候 那个态度是怎样 或者用词是怎样的 麻烦你借借 借咪借过 还是怎样的 我们就这样叫 都会有很多的说法 就是了 如果说到骑尼 我就觉得马米高的骑尼很多 你看他的头 他就像李隆基那样 有个头 李隆基全头白发 他还没白发 但他就弄得整个头紫色 对不对 这一件事已经够奇怪了 第二就是 他说话的语气 我不知道他是假扮 还是他本身性格是这样 可能他是彩虹人也不一定 我不理他 但我就听到起了鸡皮 你个小子 有时在这个年代来说 是要这样标其立意 或者要这样去才行 我自己就不是这样看 你说都姐被你捉到 英文的口才 没有去广东话那么好 原来他的学历得终 这些我是觉得 是很愤怒的 或者觉得这个年代 年轻人也会这样 我不知道他几岁 可能同样地都是出身寒微 或者家境不是那么好 自己都 我会很理解这件事 如何自己一步一步 赚钱之余 再去叫进修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都姐有个卓号 有个花名叫郑九祖 他有九祖戏在身上 你想想 他这么多的工作 这么多的演出 能够隔了这么多年 在香港的演艺圈工作 他仍然那个英语水平 可以跟我们的明星做一些访问 对方也没有什么不满 也没有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 哎呀 最近他接受了一个 来自香港的知名主持的访问 竟然说到这样 听到招牌了 老实说 西方媒体都没出声 到你出声 没错了 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小伙子 乱说也四在这 乱批评 不过我怀疑他这样批评完之后 他也是引人去加入他的Patreon 他的Patreon我看一看 原来有一系列的教人英文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是教英文教什么 有什么水平 可能他是靠这种批评一些东西 来吸引一些流量 计而转化成为Patreon的订户 知道了 我也是那句 你家人有金钱 有能力 让你去学好英文 学好读书也好 什么都好 但是原来遗留了一样 就是学做人 没错了 这个人很贵不得止 如果你根据他学英文 真的是学坏脑的 所以千万看到这个人的课程 千万不要装进去 确实说 大家看看Netflix的剧 看一些生活性 我们现代生活的那些 你不要看一些古代 科幻 奇幻 这样的话 你看到英文字幕 中文字幕 看来看去看来看去 其实都会学到一些 外国生活的用语 他们怎样说 什么情景 说什么用词 这样都叫做学到东西 一定要光顾这些 马米糕 松糕 马什么 大家各自各去考虑 老实说 你教人英文没问题 但是你又没必要 找些东西来说 而且是找些人来批评 来突显自己 很懂英文 这种销售模式 销售方法 很低级 很低级的 简单一句 就叫做踩低别人 来抬高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讲到这里 好吗 好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说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